我示范两个沙球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我们在下班里 这个工作是如何去体现出来的 好吧 这个机器是不差的 这个我们把它叫服驾开 已经是很大 来看一下 我首先用一个服驾开的动作 拍手 姐 先驾开 然后我们第二个来试一下就是提升炸拍 写而勇敢 第二个后面的这个就是提升起来的那个感觉 来问一下大家 提升起来效果好些 还是你们感觉不提升起来效果好些 明显是提升起来的这个感觉 对吧 第二个干货在里面 就是我们的沙球 它的逻辑就是在于 从上往下去 OK OK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啊 提起跳是提升架拍的一个形式 但是核心是最重要的你要往上走 看到了这个 这个是啥时候 但是我这个是架拍 架拍 超远球的 如果我 嗯 不做提升的动作 我起跳了 对吧 还是在这儿 但是如果说我做了这个起跳和提升的动作一起 啊 它整个是啥 就是有一个手套打开的动作 打开的动作 威胁就会更大 啊 这是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五个 第二个五个干货点啊 OK OK